前有三星长公主李富珍 靠言之秒杀一众名气子女 后有赌王贵女何超莲 征战全能王娱乐圈 甚至就连万王二公子 也为自家宣传创新 在各大优秀名气子女 卷得没边的时候 有这样一位大小姐 靠着与未婚妇青梅竹马的情谊 狂率18亿订婚爆火拳王 她的人生究竟能有多豪横 今天宝宝就带大家聊一聊 特步三公主丁家敏 或许很多网友对她的名字很陌生 但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家的品牌 当年一部特步非一般的感觉 让她成为了知名全国的老品牌 但最近丁家敏却靠着 自己跟男友的爱情故事火遍全网 更是被称为现实版继承者们 作为特步最小的公主 平时里丁家敏的生活 可以说非常的枯燥乏味 因为她失去了没钱这个烦恼 加上家里的大姐 已经继承了自家集团 只需要每天做米虫的生活不要太爽 当普通人还在想着 把一块掰成两块花式 丁家敏早早地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只需要每天坐等分成红利就可以 三公主的日常生活 更是被网友称呼为人间享受 毕竟作为特步的公主 可以说绝对的财大气粗 就没有钱买不来的快乐 绝对是丁家敏的人生信条 每天只需要去奢侈品店买买买 没事就去时装周看看衣服 培养自己的审美情操就OK 可以说是不羡艳阳不羡仙 羡慕公主的每一天 加上三公主的性格活泼 更是一名十足的追星女孩 曾经因为斯腾剧本的爆火 喜欢上景田的三公主 立刻联系让对方团队来了个代言 并上前探班景田 希望对方能够用斯腾的语气跟她说话 与平时大气的高贵小姐不同 反差感十足的追星少女形象 让她感受到了无数内余粉丝的喜爱 在某段时间 三公主更是表明 自己比较喜欢18楼男子组合的宋亚轩 于是丁家敏再次被迫开启超能力 并光速拿到了对方的合影签名照 但平时的三公主并不是指自己追星 偶尔也会在微博上发一些小福利 比如直接硬气询问 粉丝们更喜欢谁 自己直接给对方一个代言 这样豪横的行为 也让无数的粉丝直呼 姐姐威武 别看平常的丁家敏看起来无所事事 像是一个游手好险的富二代 但这位公主认真起来 绝对也是优秀的没话说 因为平时里过于潇洒 丁家敏也被自己的父亲送往美国留学 也正是因此开启了三公主的商业模式 在意识到自家品牌的单一之后 开始创立了读书特步的女装品牌系列 随后更是独立门户 创建了半堂系列女子服装 可以说丁家敏的能力 比起自己的姐姐不晃多让 今年9月 丁家敏更是晒出重磅炸弹 消息一出瞬间轰动前往 因为她和七匹狼的公子订婚了 本以为还能跟三公主 发生灰姑娘爱情故事的网友 也表示十分的心碎 但了解丁家敏和男友周丽媛 那绝对是强强联合 青梅竹马照进现实 这不是小说男主的大结局吗 两人的婚礼更是让网友 见识到了什么叫毫无人性 就光是一场简单的订婚宴场地 就狂甩600万 而这场世纪婚礼的彩礼 更是高达18亿 在网门看来 三公主和七匹狼公子生出来的孩子 你说有没有可能 开的公司广告语就变成了 特不狼一样的感觉呢